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这几节目中表现最出色的一对夫妇当老 老公体贴 老婆却很敏感 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夫妻 大S夫妇携手相伴 他们的故事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大S夫妇的两人世界也即将告一段落 他们又将回归到家人的怀抱之中 大S夫妇即将离开浪漫小屋 老婆也有感而发 问了老公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 王小飞的回答却再一次引发了网友们的深思 就在离开的前一晚 大S很正诚地问老公 你觉得我们参加完了这个节目 回去之后会有什么改变吗 王小飞脱口而出 希望能好好说话 王小飞的这句话 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难道大S夫妇以前的交流并不和谐吗 难道他们的夫妻关系并非想象中那么恩爱吗 不过 王小飞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说出了她真实想法和原因 原来 王小飞是在责怪自己以前不善于去聆听老婆说话 和老婆对话时也不够专注 王小飞继续说道 你以前和我说话 我就不太专注 还经常会去讲其他事情 我希望我能彻底改变自己 希望能和你好好说话 用心地去聆听你的每一句话 大S听完后 一脸幸福的样子 确实太让人羡慕了 说实话 王小飞确实是公认的好老公 不过 这次陆志也让她重新思考 起了夫妻感情这个问题来 她甚至比以前想得更通透了 更知道如何去疼爱大S了 现在的王小飞也深切体会到 孩子和自己在亲近 也会有离开自己的一天 只有老婆是唯一陪着自己走 玩这辈子的人 只见王小飞深有感触地说道 我很喜欢这样的良人世界 孩子长大了 会去上大学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约上几位朋友 一起去旅行 就像现在这样 毕竟我们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也得有正常的生活 不能为了孩子们而活着 我们开心了 孩子们也才会开心 对不对 不得不承认 王小飞的一番话 不但说出了她和大S的心声 也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 确实 父母们能幸福快乐 也是孩子们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这次节目 让王小飞把夫妻关系看得更透彻的 她的一番话确实很温馨 她们的夫妻关系一目了然 大S和王小飞之间 既有爱人般的甜蜜 又有亲人般的呵护 这样的夫妻关系 肯定是很多人都向往的 韩识 王可 王 王 Node 王